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冬天不是旺季 住的人少 就这一片 夏天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我们就照着蒙古包的样子 建了个多家村 谢谢 嫂子 其实我不是陆队他们队上的 我不过格 他们队上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不过陆队交给我们拆弹 算什么师傅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陆队什么感觉吗 太拽了 我第一次见他 往那儿一站 第一句话就是 特警是没那么好当的 第一天就吓唬了 说拆弹没有绝对的专家 就是投往哭腰带上一夜 这不 去年刚跟他交流的 国外那个拆弹专家 刚在战区被炸死 我第一次学的时候 特别小心行身 以为自己行了 咔嚓那么一简 后面就被他来了一下 你知道陆队说什么吗 什么 说你被炸死了 陆队走之前 好了 不说过去 过去怎么能不说的 那全是你的英勇事迹 嫂子 陆队这儿 掩护下边人的时候中过弹 好好好 嫂子早该见过 把全在这儿了 你要想起的话自己挑 我就先回去了 都是暗内 他们睡得这么早啊 不早了 已经十一点了 偷偷许下了心愿 你背影沿着长路的遥远 变成我荒芜梦境的真切 心动是少年温柔的眉眼 似义长鸟的再靠近一跌 你是我青春羡慕的流言 你是我渺小心意敲淡一切 我偶尔像风会吹向雪人 你的光聚散 你当初亲我 又没问 得上成长 你不是白豹吗 白豹是转眼风向 不是吧 你可能会当初智商 你就没什么 你只能够就在那里 没收到 你还是什么 我还没收到 你都提了 我只能复权 你不顾客 你不要 我会作出 你不要很好 你怎么看 得了 你该会 只是紫团客 那好处 特警这些年 没有一个是不挂采的 去年有一个新爱的小朋友 受训的时候摔伤了腿 还挺高兴啊 杨妍 终是受了伤 敢坦荡荡地说 自己是这个中队的人了 当初你非要吃 说什么你都不听 否认我 多久